各位美麗的孕媽咪大家好 我是唐又欣 現在很多孕媽咪都跟我講 她很想要運動 對 運動對媽咪真的很重要 可是你要怎麼運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因為其實運動有很多的禁忌 那有些人會選擇去游泳啊或是散步 那我覺得最完整的 對媽咪最好的運動真的是孕婦瑜伽 因為她除了可以讓你跟你的寶寶做一個很完整的連結 那心靈的溝通 最主要是整個產程是很舒服的 甚至會很順產 像我自己也是非常順產 甚至大家上產台1分10秒鐘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很希望把這個很好的孕婦瑜伽推薦給你 讓你不僅是自己的生產是順利的寶寶健康 還讓你之後身材也可以恢復很好的苗條 變成最美麗的媽媽 好 第一個動作是把兩手放在你的肚子上 來讓你的心情沉澱下來 調整我們的呼吸 感覺到你的脊椎再往上拉長 感覺到你的寶寶跟你的連結 從你的鼻子長長的吸氣 吸到最深 再慢慢的吐乾淨 去感覺到每次的呼吸 都把滿滿的能量帶給你的孩子 深深深的吐氣 深深的吐氣 眼睛再慢慢打開來 好 現在把你的雙手打開 來 手指間有力量的往外 好 吸氣兩手帶起 好 去感覺到把能量帶回 輕輕的抱回到你的胸前 再一次把脊椎慢慢帶起 延伸 好 再打開來 去感覺到手指都有力量的往外 再一次吸氣上 好 脊椎拉長 吐氣的時候慢慢回 好 再看回到你的寶寶 好 頭慢慢帶回來 好 現在讓你的右手放後方 左手輕輕浮的氣蓋 記得不要轉你的腰 去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好 再把你的脊椎拉長 慢慢的往後看 旋轉你的胸椎就好了 慢慢的往後 來 慢慢帶回來 非常好 換你的右手扶著 左手往後 肩膀打開來 拉長你的脊椎再往後看 調整呼吸 好 回到中間 對 這樣的話你的肩膀 就比較不會有肩緊緊繃的感覺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伸展 側面 記得把你的腳放在你的身體前方 來 把你的骨盤放正 如果你的肚子比較大了 你可以把你的腳稍微的打開來一點點 來 你可以先把脊椎拉長 停在這自然的呼吸 骨盤稍微的調整 兩手往上吸氣 吐氣的時候雙手放下來 兩手放在前方 對 不要刻意的往前彎下來 不然你會擠到你的寶寶 你要去感覺到你的背拉長 來 輕輕浮在前方 延伸 如果你覺得柔軟度比較好的話 可以再下來一點點 可是重點你的背都要打直 整個脊椎式拉長的感覺 好 停在這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往上 脊椎拉長 深呼吸 來 雙手再打開來 把氣慢慢吐乾淨 好 我們要做扭轉 把你的右腳放旁 先往後方 讓你的右手往上 離開你的膝蓋 善忍馬鈴騎士 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我們做開放式的旋轉 一樣不是扭你的腰 跟你的膝蓋跟手肘對抗的感覺 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好 我們回到中間 身體回到中間 來 換腳 左腳收 一樣把脊椎拉長 來 兩手往上吸氣 延伸 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手放下來 扶在你的腳或是地板上 停在這呼吸 你也可以拿著瑜伽繩 或是毛巾 勾在你的腳板都可以 可是記得你的肩膀不要縮起來 我們的呼吸很重要 你的鎖骨都是打開來的 好 停在這 感覺到你的頭頂在延伸 可以的話把你的右邊臀部 好像再往後撥一點點的感覺 好 停在這 讓你的大腿慢慢的放鬆 感覺用你的呼吸 還把你的腿再融化掉的感覺 再一個吸氣兩隻手慢慢的往上 對了 深呼吸打開來 吐氣 保持你的脊椎拉長 兩手放後方 讓你的左腳往外 左手往上 再抵抗你的膝蓋 先把脊椎拉長以後 推著膝蓋再往後 一樣肩打開來 把你的頭頂再往上再往後 你在這呼吸 好 慢慢帶回來 這樣換你的腰就會比較舒緩開來 來 膝蓋彎 我們接下來做貓式 這個動作對寶寶是一個很舒服的動作 因為它完全就是交給低心引力 它好像睡在吊床裡面 所以你平常在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的讓寶寶停在這個姿勢 來 這樣的話你的背部也可以強化一下 把你的雙手推著地板的感覺 來 膝蓋稍微的 鼻骨攀寬一點點也可以 好 抄地板 把你的背打直 看到你的兩手中間 停在這呼吸 長長的吸氣 對了 把肚子放輕鬆 慢慢的吐氣 好 我們再一次吸氣 記得你的手肘不要鎖死 把你的手肘轉開來 兩手稍微推著地板的感覺 讓你的頭頂尾椎是拉長的 吸氣的時候延伸的脊椎 好 現在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手掌推 把你的上背再往後拱 揮衣維收 好 看到你自己的寶寶 好 再一次吸氣 頭頂尾椎拉長 好 記得不要去壓你的腰 只要去感覺到你的頭頂尾椎 再延伸的感覺 好 再一次吐氣再攻起 好 吸氣 頭頂尾椎拉長 好 在這裡你可以左右看一下 好 像看到寶寶在跟你做迷腸的感覺 好 回到中間 再來左邊 讓你的兩側腰輕輕的伸展開來 接下來讓你的左腳往前 從旁邊畫大圓到斜前 對 就感覺到你的膝蓋朝 你的二三根腳趾頭 都往四十五度的方向 好 停在這 我們輕輕的打開你的骨盆 一次吸氣 一次吐氣 記得你的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不要那麼大的超過腳尖 你一定要讓你的膝蓋是有保護的 因為媽媽們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身體其實是比較鬆的 因為我們的放鬆激素 所以我們不需要做很大的柔軟度 只要讓你身體更穩定 還可以活動的關節輕輕的打開來 好 相反帶回 對 你可以輕輕的把骨盆放鬆 讓我們的髖關節放鬆 好 把你的腳帶回來 換邊一樣 讓你的右腳畫大圓 放前 膝蓋完 一樣朝往外四十五度 千萬不要腳尖朝外 膝蓋朝內 或者是相反 這樣的話對你的膝蓋都比較容易傷害 好 一樣停在這 慢慢地畫圓呼吸 再把你的骨盆放輕鬆 把你的脊椎再拉長 好 做完之後再相反 回轉回來 把你的骨盆慢慢地再打開來 好 最後一個深呼吸 好 現在把你的右腳踩好 好 現在把你的左腳尖立起 好 你可以分兩步地慢慢地回來 一 二 把你的兩腳調整一下 深深地蹲 還撐開你的膝蓋 把背打直 脊椎再拉長 調整你的呼吸 這是一個非常順產的動作 好 再一個深呼吸 呼應維收 好 推著膝蓋 吐氣帶起 兩手再慢慢地往上延伸 好 雙手合十 回到你的胸前 好 那時候可以扶著你的寶寶 好 這樣的動作 你就可以在家裡輕鬆地練習 除了可以幫助你身體比較不容易不適以外 還幫助你的盛產喔